那一万人遇到抢匪 恐怕都没有这位女大学生来的反应激烈 这是一名女大学生 她回家的时候 停好车就被抢匪抢夺她的皮包 不过因为这个皮包 是她辛苦打工存钱买的 硬是她一定要把皮包抢回来 而且回抢抢匪说 你要钱我就给你 她就掏出了一千八百块 不过女大圣将突如其来的举动 反而是让抢匪给愣住了 认为触眉头 而果真六天之后 她就被警方逮捕 戴着安全帽在社区外头鬼鬼祟祟 证明徐姓男子因为缺钱花用 手拿折叠刀锁定一领女大圣 下手行抢 当时装心女大圣深夜打工下班 车才刚骑到家门口 徐姓男子就突然从她的背后 抢走她的皮包 不过女大圣的反应相当快 马上把皮包给抢了回来 还壮胆对她呛瞎说 饮要钱是吧我给你 于是掏出身上了一千块 不过女大圣又怕嫌犯觉得太少 于是又再拿出了身上的八百块 徐姓男子被女大圣这样的举动 吓到了认为这样很触眉头 于是拿了钱就逃之夭夭 果然不到几天 徐姓男子就被警方寻监视器画面逮到 启示他犯案用了安全帽跟折叠刀 送回警局侦办 终于新闻 红柱华 陈世勇 淘宁报道